我相信你我或多或少都曾沉浸在崩坏3的庞大而漫长的岁月里头 感受欢乐 感受悲伤 感到鸡皮疙瘩 而我们常说崩坏的历史就是浮华的历史 读懂了浮华 你就读懂了崩坏 除了它 没有人可以代表整个崩坏世界观 大家好 我是雅思源 随着崩3主线四节二章落幕 由浮华万年最练的最终最强崩落之支 浮生渡成之语 来写下第一部故事 一切一切最耀眼的结尾 是再合适不过 为什么浮华 可以说是米哈游人物设计天花板级别的存在 以及它五万年的成长历程 对这么一个游戏的剧情 对外界的我们而言 究竟带来了些什么 以下就让我们来瞧瞧 崩坏3 浮华传 如果想巨细迷 讲完浮华至今为止的过往组织 那恐怕得花上好几个小时 正如同他五万年漫长的人生一样 所以接下来会带大家理解 回味的是华 在每个时代 每个阶段的性格转变 以及他对我们的认知所产生的变化 首先 大家对这句话应该也是老熟了 但早在这声强响之前 早在浮华单凭一击之力 大败天命军团与卡连卡森兰娜 并任性了奥托的几千几万年前 浮华就已经踏在他的传奇旧路上 当然还有死了又生生了又死的路上 浮华这号人物 他有过诸多的名号 染过诸多的色彩 行过无数江山 击退无数抢敌 不过如果真的要归纳其 泼然壮阔却又伤痕累累的一生 大致上可以说是经过了 前后两大时代 三大段重要的旅程 当然 也和历史上许多的英雄 伟人 强者一样 所以一开始的浮华 也仅是无法改变大局的一届凡人 在现今故事线的五万年前 前文明纪元 浮华还只是一个 在父亲底下习武 从偏乡来到大城市的土包子少女 在沧海市的求学生活中 原本国版内向不被人接纳 她因为认识了新的朋友 新的环境 而逐渐敞开心扉 就像任何随处可见的青春几少女 逐步充实着青春 扩展着友谊 但在崩坏肆虑的那个时代 没有何必可言 城市的美景化作端人残壁 经有一个接一个隐命消散 命运再度玩弄了浮华的情感 并且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随后的浮华被烛火之恶的分队所救 并成为战士之一 从这边开始 一直到很久很久很久以后的某个契机之前 浮华一直都仿佛冷冰的机械 只为了消灭崩坏而行动 然而 人类终究只是人类 在挑战律者的过程中 更多的友人逝去 更多的国程崩毁 崩坏的长大令人窒息 自我的弱少令人不敢 在一次堪比刺杀任务的绝境中 浮华体内注射的药剂与崩坏手融合 与加勞罗因子有所反应 灭盘重生成为了融合战士 也就是大家日后所说之 烛火十三英杰的意愿 浮身 至此 浮华获得了对抗崩坏的力量 近乎永恒的不死之身 定型了样貌与年龄 还有平板 也因为体质而无法简单遗忘记忆 而直到前文明纪元 被众人之律者彻底毁灭 幸存的英杰们进入东眠仓沉睡之前 就是浮华经历的第一个时代 第一段重大旅程 可是哪怕到了浮华的下次苏醒 他那封闭情感 一意孤行的个性 仍旧未变 时之西约年尚未开立的古代 在上个纪元的人类文明陨落后 浮华与苍神 当初 以及我们普遍认知的华夏民族始祖 伏兮与女娲 攜手展开前文明纪元 遗留的火种计划 为了守护人类 传递知识 重建文明而换上弃人 竟为仙人的别名 并奋战数百余年 然而 纵使是苍贤丹竹 也活不了浮华的无限岁数 因此他们共造了机器人偶 苍贤之书 为了在他们俩生命走到尽头后 依然能有个伙伴陪在浮华身边 照顾他的日常 端正他的心迹 最重要的让他不会感到孤独 这也许是浮华整篇的人生中 看得最令人心痛的地方 漫长的人生会使情感麻木 让生活徒留单一的使命 使人因害怕离别而看淡邂逅 这对千年的精灵魔法席来说是如此 对万年的仙神守护者来说 易如是 苍贤和丹竹以他们自己为原型 创造少数人偶的用意 并非在帮助浮华战斗 而是在于陪伴 让弃元这个名号 不只是受人敬仰 佳化无数的上限 而是拥有温暖心肠 不排斥与人接触的活人类 因此 在这千年之间 时代已由东周更迭至随唐 苍玄之书时刻半于浮华左右 迟到在某个春节烟花大战的夜晚 能远耗尽为止 少苍贤的离去 让浮华再次激安一生 与他只能相遇 不过是他岁月中的一瞬 但总是那失去的瞬间 方式最沉重的伤痛 接下来 为了守护神舟 浮华蛇气情感 追求强大 如同机械彻底履行着消灭崩坏的使命 他创立太虚剑派 收容后世称作太虚七剑的徒弟们 随后以一挡百击退当时已经开始运用崩坏能 作为武器的天命远真军 以后在不久后 奉刺底被自己的门下子弟背叛 夜袭遇刺并被放火烧山 在鬼公关前走了一回的浮华 身体强度不死性皆打不如前 但依然持续在各地暗中活跃 甚至于第二次崩坏爆发时 急迫了拟似炎之律者 并已已渡成第一额定功率 太虚剑神一记彻底压制第二律者喜灵 给予人类扭转局势的机会 却也因余渡成的使用代价而丧失多数力量与记忆 结束了名为赤冤的时代 也让近乎无止境的战斗几率战告一段落 基于浮华作为班长的第三段主旅程 就是大家所熟知的那第一到第42章的崩坏主线剧情了 在这里浮华既由孝日中奇亚娜等人的笑容 重新体验到了情感的色彩 感受到了生活的真实 体验到什么叫做不孤独 从那具万美以来始终专注于消灭崩坏的冷兵机械 它开始对变 开始为他人造想 不是单纯为了默默守护某个僵化的事物而战 而是真正去思考自己究竟为何前进 可惜的是 拥有愉快的时光 不代表命运就会顺从极易 在数天数个月中 他目睹了女武神的牺牲 无法阻止奇亚娜暴走 被迫对有志之士导人想象 被恶人为满满的奥托欺骗并杀害 为了阻挡同为前文明纪元战士的凯文 而燃尽于渡城 又因为附身后崩坏律者意志从他的体内缩紧而精神暴走 诞生的世之律者凭本能破坏切 真正的浮华则只能在幻境中近期所能帮助同样在对抗体内崩坏意志的奇亚娜 世之律者女士万岁 好不容易真的是好不容易被奇亚娜一群垂破禁制世界并驯服了世之律者 随后在奥托的灭世阴谋中与素商一战 最后也迎来跨越中烟战胜崩坏的大结局后 此时的浮华已经不再是那个只会一昧上前义无反顾将自己变成怪物的战斗兵器 而是纵使前途未明 也能坦然面对当下去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的老将 而这样的成长更使他在人造城邦弗洛斯的事件中 能够成为赏维塔门的支柱与新盆旧友一起打破僵局开闭前路 并驾驭为人忌惮的崩路力量 以利落的渡城之力千语之姿 管齐化成滔滔不断 狂风扫夜时当时绝 几会或许比崩坏中严还来的恐怖 全知全能的创造组 所今时往昔 反战解破 这名流传了五万年传奇的浮华 他的完全体 他以浮身为名的几大城 真正意义上帝 一拳打出了属于崩散所有人的大结局 追寻答案之人 会无数次归来 浮华的人生 翻越了一页又一页 跨越了一年又一年 他终其一生 被赋予过诸多称呼 占有 先人 师父 班长 老古董 旅客姐姐 同时 亦遭逢无数背叛 欺骗 牺牲 败北 几万年前的灾疫带走的一切 连同他的文明 他的友人 他的过去 浮华的所有 而之后的每一段萍水相逢 浮华其实都在试图珍惜 试图让他不会那么短暂 然而 时间总是会赋予微风 滴水重塑玩石的能力 而玩石被带走的部分 只会从世界上不找痕迹地消失 再也无法复原 浮华的记忆中 那些懵懂的 坚定的 纯真的 刮到的固有们的面容 总随着记忆的流散 越发模糊 但语度成的千年之异 却又不允许他完全忘记 对浮华来说 最悲伤之事并非忘记 而是忘记了自己 已然忘记这回事 满意伤悲与离别的万年 致使他逐渐忘却自己来处 忘却不知在何处的终点 漫无止境的时间里 这名未曾停歇的融合战事 仙人 守护者 只知道走下去三个字代表的责任 不过也是一段段新的欧遇 新的经历 才让浮华带着已然度过的岁月 已然成长的曾经 已然告别的昨日 让期盼与理想与崭新的未来绽放 其色红光的维塔门 在启明的城市 主宰并见证文明的灿烂围额 跨越中央的齐亚娜 改变了所有人 开辟了过去连接未来的大道 极狂的世纪律者 展露了破坏的本性 却也展示了多变的可能性 苍璇与丹珠 袭击让先行者在文明中永存 成为人们的不朽封碑 除火是三英杰 立下世火的陵墓 赋予下个世代战胜崩坏的愿景 而浮华的父亲 因为知道没钱的苦 才不希望浮华继续受苦 因为知道自由在末世的珍贵 才决定给予他最大的自由 最真是浮华的丹珠曾言道 哪怕时间过去三千年 四千年 五千年 我的神话也会一样 烙印在这片大地之上 终有一天 他们会知道 田的海并非幻想 逐日不无可能 而浮华 世元 名为华的武术宗师的神话 亦早已成为历史 代表历史 精畏一词 一同凤凰 Phoenix 那能燃尽一切的耀眼活尿 带着种种岁月的某和历练 亲友的相遇别离 话语的永恒传递 记忆的失去与复得 浮华这个人承载的 不单是方丹水神 五百年孤独的戏剧 不单是罗夫镇首 数千年孤独的 受苦 而是万年 五万年孤独的 写露 但同时 在这个五万年 也有许许多多的人 赋予他的灵魂 更成的重量 更丰富的色彩 更多远比崩坏的绝望 还要满覆希望的 回忆 在第一部 终章晚节前夕 格雷修曾展开道 我们身后的星海 是已经探索过的故事 他们曾给予人类资源 知识 还有情感 但我们的旅途 总要前往下一颗星星 那里 是美丽的未知 机遇 还有人类的未来 每一天 都是新的一天 而无数个昨天 也会自然而然 在生命中 留下痕迹 所谓人生的意义 它无关乎过去 无关乎未来 它仅仅意味着 人是否能够心怀坦然地 面对当下 仅此而已 这是浮华历经两九岁月年华 终于了解的真谛 也是它在举举前行的过程中 伴随抛诸脑的别离 与遗憾而顿悟的改变 我们可以一起向目标前进 在到达目标之后 还会各自寻找新的目标 不断向前 这是崩坏伞除了为世界上所有的美好而占以外 最大的价值 雨水前辞的冲刷 脚印来往的覆盖 风而阵阵的呼啸 时光流淌无尽的天地 生命如花阵放 或许遥远 或许在土 等待那人 找到回归的路 追本溯远 佛华和许多故事的主角一样 都只是个迷惘的小女孩 但正因为看得太多 看得够多 她在慢慢浮身所容纳的一切 方才在巅峰造劫的同时 如一团无法熄灭的火焰 永世容柱 点燃天火 念死无常 生灭有时 列列夫生 无非败而后成 终有一天 他们的历史也将和那些故事一道 作为文明的轨迹 呈现其后前往更加崭新的未来 而届时 人们浮华自己 也必会为曾经留下足迹 与精神感到骄傲 这是崩坏的历史 也是浮华的历史 致所有与这篇故事公明的你 尽所有的完美与不完美 我是雅次元 请记住 这是因你们而在的故事 而如果能在更多故事中 见到大家的身影 那是再好不过 喜欢影片的话也别忘记订阅追踪 开启小铃铛 那么就让我们与崩坏三第二部中 再度上见吧